你們知道台南還有這些深度體驗好玩嗎? Local 卻超讚的溫泉 柴果厚的水果泉山 堪比日月潭的真文水庫 就跟著我們去台南西拉雅深度漁遊吧 大家好我是萱萱 我是萱萱萱 我們現在人在泡溫泉 沒錯 在關子裡 我們幫大家發現了一個泡湯的秘境 我覺得很不錯 所以推薦給你們 那我們現在就是在歸單的水澤溫泉 沒錯 這個園區就是 沒有在地就在 還有了石頭、木頭為主 然後還有跟在地的一些環境都搭配了植栽這些 我們要在深度了解後發現 這裡的溫泉跟老闆都不簡單 這裡的溫泉是跟台灣溫泉研究中心產協合作 那它有一套泡溫泉的理論 泡完後讓你可以真正達到放鬆的效果 你來這邊泡湯的老闆就要講你怎麼泡溫泉 我覺得剛剛真的是收穫滿滿 泡湯也有這套姿勢 你現在在幹嘛 我在暖身 然後再下去看你是不是定這個溫度 我先要下去看看 他說你下去的時候 站著不要動 然後可以穿到五秒 就代表OK 你如果一直動的話 你會更熱 就是你的溫度會高三度 所以你要站著不動 所以我現在OK 我已經推過十秒了 我就可以慢慢的坐下 第一個步驟是坐下 然後第三步驟呢 就是躺下 可以泡到脖子的地方 然後只要把汗皮 其實它在這個地方都有放這個溫口 你就可以去調整 像它現在是剛好卡在這個地方的地方 要泡住啦 就是讓你不會浮起來 對 讓你不會浮起來或滑動 然後像我就可以給它卡在屁股的地方 然後這樣子 泡到脖子 然後全身放鬆不要動 老闆說你一定要泡到流汗 那毛細筒才會打開 毛細筒打開後 你才可以吸收溫泉的一些礦物質 然後才會深入柴子 等到你泡到流汗之後呢 你全身放鬆之後 它旁邊就有設計這個 可以讓你躺平的地方 丟進去 對 讓你就是整個手打開躺平 然後感受一下 你的身體都在放鬆 然後等到你的汗就不流了 再回來泡 然後再流汗 然後再回去跑 這樣就連是三個輪迴 才會很深層的放鬆 然後我覺得真的還有一個很棒的地方 就是它有很多瓷 然後它的溫度不一樣 就算了 你還可以自己加熱水 這個在很多溫泉區是沒有的 所以我們在水哥泡湯 永遠都不會覺得水不夠燙 只會覺得水太燙 對 老闆有關 是可以測試的話 你自己的溫泉 對啊 它這邊呢 還有三種不同的水療層 一個是比較細的集中打 一個是打比較寬的區域的 你可以躺在它的化妝油上面 然後另外一個是從你下雨一樣 吸收一下自然的分多 那它這邊還有兒童區的細水池 不過它就是要忍夠多包廠 才會開放 你們看它都是用竹子設計的 然後這個廠網很像竹裡的感覺 不過你們放心 這竹子裡面是沒有縫隙看不到的 因為它有擋一片木板這裡面 它這邊還有這種家庭堂屋 個人堂屋 它這邊這種房間有床可以休息 然後它都有對外床 所以空氣也很流 女生的話如果你們不想要躺在樓下休息的話 也可以上來這個小木屋 因為有這個躺 你的地方可以休息 這邊呢也有可以泡腳 就是跟溫泉是分開的 如果你只是想來泡腳 也OK 很舒服啊 龜丹的水哥溫泉 讚讚 好 推薦給你們 登登 我們現在來到了果農之家 沒錯呢 來果農之家幹嘛呢 當然是跟水果有關好不好 我們要去採果 再看這些水果要怎麼去入菜 聽說它的餐點非常的豐富 水果的種類也非常的多 光它這個地啊 這個有12公頃 種了蠻多種改良版的 好不好 那我們趕快繼續吧 GO 我們現在來採龍眼啦 那這個是採龍眼的工具 我們來看看萱萱表演 你也摘太近了吧 那個有需要到那麼長的棍子嗎 糟糕了 都要把芒果弄下來嗎 不是芒果 龍眼弄下來嗎 唉唷 哇塞 可以耶 立馬太高 那我這麼高 我是不是就要挑戰 高一點的芒果 我一直講芒果 龍眼 辣打辣 不要真的 都踩下來五顆 也太少了吧 這顆大顆的 真的跟地支快一樣大了耶 快來吃吃看現仔的龍眼 我今天講話怎麼那麼不清楚 現彩的龍眼 我今天講話怎麼那麼不清楚 現彩的龍眼 好吃嗎 好好吃碰掉 很甜喔 很好吃 肉很多 很香耶 我們現在要來吃這個水果大餐 你們看這個是 這是四人份一桌耶 超級豐盛 它真的是每一道都 有很多水果 有水果入菜 所以它一上來就覺得說 哇 它每一道菜都好漂亮 很繽紛 很繽紛 這一道是這個 芒果配豬肉 他們加西絲芒果 對 西絲芒果 西絲芒果是金黃芒果跟 艾文芒果的 算是一種混種 對對對 它芒果口感很香耶 肉的話 它不是那種真的很軟 但是有那個嚼勁很剛好 雖然算甜甜的 然後很潔膩 很潔膩又很開胃 鳳梨燉肉 然後它的鳳梨是西瓜鳳梨 是比較白色品種的鳳梨 鳳梨很juicy耶 它說西瓜鳳梨的特色就是 不會像一般鳳梨會咬舌頭 這也很輕鬆耶 肉是三層肉 三層肉本來就比較肥的 就是可以簡膩 有水果簡膩 波羅蜜炸蝦 很特別 一圈炸物 然後一圈那個應該是海苔 然後一個炸蝦 然後裡面有波羅蜜 波羅蜜有一個特殊的味道 那個味道越咬會越明顯 炸蝦很酥 口感呢味道很多 還有紫菜的香氣 炸很酷 對 百香果的蝦球沙拉 好可愛喔 他說先吃蝦球 然後再配裡面的沙拉 然後再吃百香果 喔對 它裡面是有百生 有百香果 對 三層按照順序吃 它百香果好吃喔 百香果好甜甜酸酸的 這個春捲是用香蕉 而且是山椒喔 然後還有木樹芽 香蕉很香啊 香蕉味很香 香蕉搭配那個木樹芽很搭耶 因為木樹芽本來有一個味道 對 香蕉剛好跟它綜合起來 蠻香的 這個好解膩喔這個 現在來吃這個魚 這個魚好繽紛喔 百香果跟南瓜 做出了醬 然後上面灑滿了各種顏色的水果 有西瓜 百香果 芭樂 還有蘋果 火龍果 芒果 雖然是用炸的 可是也都沒有油膩的感覺 這個湯是用什麼 什麼湯做的 龍葵 龍葵 它就是歐雞芽菜的根部下去用的 一種中藥菜 輕輕甜甜的 好像 我沒有在別的地方吃過類似的味道 所以它有一點微微的苦 微微的 好喝耶 它的雞也好吃耶 有種跑山雞 跑山雞 我本來擔心肉會老老 但是不會 我覺得今天這樣子整體的體驗 很不錯 你柴完果然後來吃這樣子 一整桌的水果龍葵菜的這個特色料理 而且它其實那 有些是你沒有吃過的搭配 或是你沒有吃過的 你不知道沒有吃過的 東西 值得安排來一趟 國農之家 你推 我們今天又來到了真文水庫 沒錯 我們要來這個觀景台吃飯 Let's go 這電梯有一台冷氣 太高級了吧 其實我一直覺得真文水庫還蠻美的耶 對啊 我們今天來的真文水庫 跟我們上次來的感覺又不一樣喔 這一次的真文水庫的水量非常的滿 哇 欸我覺得左邊那邊很美耶 我們來到這個觀景樓 這個觀景樓之前據說是獎公的時候就蓋好了 我們現在在真文水庫的觀景樓餐廳 沒錯這是我們在這裡的二房好不好 其實我滿喜歡這個店 就是因為你看 其實它其實是360度的很漂亮 然後你看在這邊不管吃下午餐和泳餐 都很棒 像我們今天就點的披薩和鬆餅 你們來這個觀景樓呢 除了可以吃下午餐和泳餐之外 你們還可以坐船遊湖 還可以釣魚餵老鷹 對就把它做成這裡一日遊的行船 然後晚餐的時候可以在大力吃殺鍋魚頭 對然後還有這個山豬島很酷炫 這個我們之前有拍過一集的一日遊可以看這支影片 你非常的推薦好不好 對 這邊還有一個我能喜歡的特色 就是這個農民 它是巧克力裡面包著咖啡豆 一整顆咖啡豆包在巧克力裡面 然後它有翻成三種口味的巧克力 這是白巧克力 那時候我就覺得很神奇 有豆子 就覺得很耐吃 因為巧克力甜甜的嘛 然後就咬到咖啡豆又有點苦苦的 脆脆的烤烤的 就變成它口感很豐富 然後又不會太甜 甜中帶苦 大人也很適合吃的零食 然後它就是做成這樣子 一包一包的 我覺得你們真的可以帶走 我真的很喜歡 而且它的巧克力也是做成這個咖啡豆的行走 然後它像這些煮炭花生啊 我覺得都很好吃很香 帥氣 這是不是 You can shine I'm a silent person Yes I'm right I'm a silent person I'm a silent person 還有我們現在來到了這個神秘氣場露營區 那它是梅嶺唯一的一個住所區 所以呢說如果你們想要深度的玩梅嶺 你們就可以選擇來住這個神秘氣場 那為什麼這些露營區叫做神秘氣場呢 就要看一下我們現在所在這個位置這個中心點 好像聽說可以感受到一些神秘的氣場喔 好不好那我們要先好好來感受一下好不好 My way now for now 我是感兒人 這裡 感兒秀真有趣 它的屁股一直搖啊搖啊搖 這叫鵝肝發曲名 這叫燒鵝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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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這個神秘氣場露營區 如果你沒有裝備的話 它這邊也可以租像這個客廳帳啊桌子啊 裝人帳跟家庭帳都有 然後它也有 它也有洗澡的冰箱浴室 就是該有的都有 是一個合法的錄影區 那我們今天的台南希拉雅一日有就到這邊啦 沒錯 我們今天去了四個點 我都覺得還蠻特別 推薦給大家來一個你沒去過的台南 趕快 你趕快講結論 我要躺下睡覺啦 希望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 分享 按讚還有追蹤我們的IG 我們下次見 大家掰掰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